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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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嗨 聽得到我說話嗎 欸欸欸有聽到 等一下我寬一下別的實況 欸OK阿 喔好 你好這個 你的名字念哈捏嗎 還是念 對 那不錯 因為我看你的頭像是那個 那個日本 是2CH還是4CH的那個頭像 所以我在猜 笑臉的圖嗎 我現在不太確定 對 所以我在猜 你的名字應該是用日文念法 對 好 那今天 除了因為颱風駕在家 這個 這個情況 為什麼會想參加我們賽評比賽 呃 基本上本來就對賽評的這個工作 蠻有興趣 因為我覺得 嗯應該說最近有在看一些比賽 然後覺得某些 呃這樣講 可能有點自誇 就是覺得好像自己可以 講得比台上的人講得好 所以才想要參加這個 喔太好 我就是期待中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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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好太好 那現在你應該看得到分享畫面了吧 這是一場 對看得到 好像是 我看一下是哪裡 呃 一樣是歐洲的比賽 對 那我先看一下第一個 好 這樣子你看得到 喔又是奴隸戰 加油 對 不過不是 不是奴隸打奴隸 所以應該是還好 因為好像是打巨人術 這個應該是苦逼的 好 好 那畫面可以了嘛 那我們就期待你 接下來的講評 好 準備好了嗎 OK喔 稍等我一下 好 OK可以了 OK OK 好 那我們現在下一個 我們哈內 所帶來的 下一場比賽 嗯 好的 那現在我們看到的是 奴隸 呃奴隸戰對上這個巨人術 那 那上來說 奴隸戰在打巨人術 通常 呃 比較要求的是他的 排魔狂戰士爆發 因為隨時都有可能 用奴隸來鋪長 然後被對面的AE直接解掉 那現在比賽開始 看到是由戰士這邊做先手 那先手的話 應該會直接選擇 結束這回合 那巨人術 前期也是先以抽牌為主 所以也是會直接結束 只是 不過這邊巨人術 他們抽到了 貓頭鷹 那對上 努力 前期就抽到貓頭鷹 其實對上 努力戰士有優勢 因為在 下 如果 戰士下了苦痛的話 直接沉沒掉 讓他沒辦法抽牌的話 對戰士其實影響還蠻大的 那這邊又輪到了戰士的回合 但是 可以做的事情比較多 那他可以選擇 下護甲的端道師 或者是 直接硬幣下苦痛 然後再 心裡自怒抽一張牌 那這邊 看來戰士是選擇 下護甲的端道師 但是 下護甲的端道師 因為其實在對於 巨人術來說 比較不需要 一波疊護甲的狀況 通常是這樣子的 一波疊護甲比較 對於快工類的職業會比較需要 所以先下護甲的端道師 是對於後面的影響會比較小一點 那這邊 巨人術又 直接抽一張牌 結束回合 再換到了 戰士這裡 恩... 戰士這邊 也許會 對 戰士這邊選擇了 直接下苦痛 然後心靈之怒抽一張牌 那抽到的是 殘酷的監工 那... 現在換到了 巨人術 這裡 要選擇直接下 這個 暮光飛龍 因為手上並沒有任何巨人 所以只能夠下暮光飛龍 再來換到了 努力戰這邊 看到他可... 手上沒有斬殺的情況下 其實比較難去撿這個 暮光飛龍 那... 可以選擇上武器先打這個 暮光飛龍 或者是... 直接地金 抽一張牌 那... 比較... 然後... 通常... 比較... 建議的是 應該是直接上武器 先打這個 暮光飛龍一下 嗯... 之後會比較好解決掉 如果說這邊選擇抽牌的話 恩... 後面可能會比較難去解這個 暮光飛龍 因為目前... 盧力戰手上沒有任何的努力 可以... 勝一波 那... 如果直接上武器的話 也會有點害怕 萬一對方有帶 軟泥之類的拆武器 哦... 這邊暫時... 還是選擇了上武器 然後... 先打暮光飛龍一下 那... 那個巨人數這裡 嗯... 數字這邊的話 它可以... 嗯... 也許可以直接沉沒掉 沉沒掉... 苦痛 但是... 其實影響會... 抽牌的影響應該就是 少抽一張的分別 所以直接用暮光飛龍 解決掉... 嗯... 苦痛四針 然後... 應該是會再下一張飛龍 好的... 那... 接下來... 對... 劍人數這邊下一張飛龍之後 換... 直接結束回合 那... 換到了戰士這裡 但這邊還是沒有抽到奴隸... 奴隸跟白目之類關鍵性的傷害手段 所以這裡的話... 比較可能的做吧... 欸... 抱歉... 手上有一張白目 不好意思... 嗯... 有... 對... 比較可能的做法就是 下了... 苦痛... 然後利用死亡知識的死亡效果 抽一張牌 那... 可能會再加上戰鬥狂怒 再多抽三張牌 提早抽到傷害的手段 嗯... 這裡暫時在猶豫... 暫時這邊... 選擇... 呃... 沒有選擇下... 戰鬥狂怒 因為會有爆牌的... 風... 呃... 因為會可能... 會導致爆牌 所以他選擇的是下監工... 鼓動... 然後再抽一張牌 但是... 手上還是沒有關鍵的... 這個... 呃... 戰格指揮官 還沒有抽到戰格指揮官 那... 接下來換到了... 術士這裡 這邊的話... 他... 並沒有選擇下大地 而是... 先解決掉... 先用... 死影纏繞 解決掉苦痛四針 然後抽到了一張... 呃... 爆爆博士 那... 選擇直接下... 這個... 於你噴射者 避免... 呃... 避免... 傷害... 持續的... 呃... 就是自己... 傷害...持續的被擴大 因為手上也沒有抽到任何巨人的牌 那這邊... 但是他手上已經有了兩張的奴隸 不過... 因為手上沒有裝備武器 那... 唯一可以生的話 也只能夠用旋風斬來勝 這...這裡應該還是要請向於先解決掉場面上的淤泥噴射者 只是說...呃... 可能再... 上武器 然後再加上兼弓... 去解... 解決掉... 解決掉淤泥噴射者 那... 下一回如果... 有抽到... 戰科指揮官的話 就可以搭配銀幣來生一波奴隸 那... 接下來... 換到了組織這裡 不好意思...我這邊畫面有一點Lag 我這邊畫面有一點點Lag 呃... 我們現在有一點小問題是... 分享畫面好像有點卡是不是 呃... 對對對 所謂議會變成說我講的有可能會... 沒辦法... 呃... 我這邊看實況... 哦...沒關係 我先... 看一下... 是不是... 不然那現在先暫停一下 從這裡開始嘛 他到打到這一手 雙尖攻然後解掉... 這邊... 先試試看再繼續 能不能繼續跑 呃... 分享畫面是... 就是看得到但是他有一點... 呃... 就是有點停頓 我知道他... 他似乎跑起來有點... 有稍微慢一點點 不過... 應該好像... 還是... 呃... 我這邊實況出去的時間點會是對的 呃...好 那... 這邊數字直接下來一張... 呃... 所謂生大地 在... 那... 下了所謂生大地 其實下一回合巴費的情況下 可以做的事情蠻多的 包含直接下肚肚 那... 還有... 呃... 揮張牌下肚肚之類的 或者是... 如果這一回合持續有收到傷害 可以再加上... 下紅巨人 呃... 現在換到了戰士這邊 還是沒有抽到戰哥指揮官 那... 場面上這個狀況 如果說他選擇去解掉... 呃... 大地的話是... 呃... 如果放著不解掉是會對... 之後造的蠻大的影響 但是直接解掉的話 會造的是說 或許要生出... 奴隸的傷害... 呃... 要生出奴隸跟白木要造成傷害 可能都必須要依賴旋風斬 還有不穩定的死之鬼 那這裡... 他還是... 他選擇了... 呃... 抱歉... 我停在他... 下了奴隸... 呃... 好... 他下了奴隸... 然後... 旋風... 用死亡之士打掉了... 吐隸身大地 再配上旋風斬 伸出了十隻奴隸 這裡的話看來... 術士會選擇... 直接用地獄烈焰清光場面 應該會... 應該會選擇直接用地獄烈焰清光場面 然後... 無典法力的話... 也只能夠下... 治療機器人 再加上這個... 遠骨看守者 不過手上並沒有任何架頓的手段 那... 接下來換到了... 努力站這邊 還是沒有抽到... 戰隔指揮官 那... 他... 選擇了下地獄發明家 嗯... 這裡比較尷尬的是... 還... 手上... 基本... 手上已經有兩張白目光戰士了 那... 他... 接下來就只等抽到... 戰隔指揮官才有接下來的一波爆發 可以解決到巨人數這裡 那... 現在剩下... 現在戰士下的地獄發明家 剩下四年法力 呃... 可能的做法是... 上小斧頭打掉... 這個... 治療機器人 或者是說... 直接猛擊... 機器人 再多抽一張牌 因為... 現在... 手上的牌很多 但是就是差了關鍵的... 戰隔指揮官 所以... 儘快的做到... 戰隔指揮官 是戰士現在必須要面對 啊... 戰士這邊想要... 這... 先... 儘量想要提早... 達到的目標 那... 接下來... 來到了第九回合 術師這裡 嗯... 術師這邊的話... 其實已經開始有了... 被對方... 白魔一波帶走的壓力了 所以... 下... 嗯... 下怪... 對於... 術師這邊其實是個... 蠻大的... 考驗的 因為... 只要下怪就有可能被白魔一波帶走 但是... 這邊... 很尷尬的點是... 術師這裡沒有任何加斷的手段 所以... 他架了生物... 只要沒有任何加斷手段 就有可能被一波帶走 那... 剛剛前面戰士也還沒有交過任何斬殺 啊... 所以... 現在... 術師抽一張牌 那... 抽到了... 這個... 日怒保衛者 然後... 選擇下了... 憎恨者 以防止對方用法術... 造成任何的... 傷害爆發手段 以及... 下了... 貓頭鷹 全部叫自己的看守者 然後... 直接... 打... 戰士的臉 讓對方有血量上面的壓力 那現在... 戰士已經有了... 戰哥指揮官了 只是... 旋風掌... 因為在... 憎恨者的狀況下 他沒辦法... 讓白墨造成了一波爆發 所以... 這個狀況... 可能還是要必須先做結場 那... 白墨... 白墨... 再下一回合做戰爭的爆發指揮 那結場的狀況的話... 嗯... 如果說他選擇... 用臉去... 對... 那... 他如果選擇用臉去接... 任何怪的傷害的話 其實自己都有可能被... 收頭的奉獻 所以... 那還是選擇了... 用斬殺... 清掉憎恨者... 然後... 用斬殺... 清掉憎恨者之後... 然後... 低筋發明家... 換掉了對方的... 貓頭鷹 然後... 選擇上一把武器之後... 結束掉這回合 那... 對面... 法師直接... 下了爆爆博士 然後利用了... 那個... 那個... 烈... 過錢... 利用了這個... 地獄烈焰... 插掉... 啊... 將兩個爆爆機器人插掉 然後直接收掉奴隸戰的頭 然後結束... 呃... 這一回... 這一回的比賽 好... 緊張嗎? 有... 有一點緊張 但是... 中間畫面... 畫面比較卡... 沒有...那個... 我後來... 對...應該是... 我後來這對... 好像你那邊的畫面會稍... 稍微慢... 一點點是不是 就是出去的畫面稍微慢... 應該是... 我要... 講的... 太多了... 所以導致說... 其實我在講的時候... 那一個... 畫面已經過了 喔... 對對對... 就是會變成說... 比如說... 我在講了... 巨人術的... 他有可能做的事情之類的之後... 然後... 已經換到戰士的思考了... 嗯... 對對對... 有沒有覺得不太好講... 嗯... 在跟... 節奏的時候不太... 不太... 因為... 選手也在動... 所以你必須要抓到... 那個... 他... 他在操作中間的時間... 去把... 去把話講完... 去把你想要做的... 想要表達的東西講完... 嗯... 其實... 要... 應該說可以講的... 東西很多... 只是如果講太多的話... 萬一選手... 結束掉... 回合的時候... 就會變成... 嗯... 會來不及切換掉... 要講另外一個選手要做的事情... 嗯... 我覺得很緊張... 對... 所以... 這就是為什麼在台上的時候... 如果你覺得在... 如果你看過在台上了... 為什麼有時候會覺得... 選手沒有在看台面或是什麼... 就是因為有時候在表達... 東西... 講到一半... 然後... 有時候沒有講完就會很奇怪... 比方說講幾... 幾首的選擇... 如果你講了一半之後... 如果你講... 你只講了一半... 然後... 觀眾就會... 然後... 選手做了不是那一半的內容... 然後你就... 你就會變明燈... 這也是... 蠻常見的幾個... 情況... 好...我們先講... 一個... 最明顯的問題... 你的... 聲音起伏不太大... 哦... 對對對... 就是高低起伏可能要... 欸... 欸... 要... 大一點會比較好... 當然這一場... 沒有太大的... 你要說... 爆點嗎... 因為它... 整場遊戲... 沒有... 沒有幾個... 沒有幾個... 不會不會像這裡... 像... 比較漂亮的一個是... 呃... 速式的倒數第二回... 就是像第一... 這一回合... 呃... 第九... 呃... 就是第八吧... 就是上一回合... 它上一回合做了一個很漂亮的事情... 是它憎恨者之後... 沉默自己的... 因為我看到這個選擇直接灌點... 因為那個時候... 戰士的血量已經不高了... 然後像這樣子... 它如果去走一個比較激進的時候... 你可以把這個語調稍微拉高一點... 就是就是... 哦... 這邊... 沒有... 因為畫面lag的關係... 就是我看到的時候... 就是... 就是... 其實回合已經結束了... 然後我去推... 往前推它做了什麼事情... 那... 那...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它... 因為轉其他人沒有人說... 我不知道轉了一個晚上之後... 會... 會開始這樣子... lag... 我覺得是比較尷尬... 但重點還是... 主要還是幾個... 一個就是情緒啦... 比方說... 像奴隸這裡刷... 第一... 第一輪刷兩波奴隸的時候可以... 嗯... 反正是講的過程之後的... 對... 其實差不多從這邊開始... 畫面有一點... 就是好像掉格的狀況... 哦... 然後就... 就有點難... 難講了... 就是... 看到的時候可能... 欸... 已經過去了... 場面發生了... 可是那個... 已經切換到下一個選手的動作了... 但是還是要把它講完... OK... 有時候... 出了什麼牌... 就是... 還是回到原來... 就是... 出了什麼牌... 適時... 斟酌醬... 比方說... 欸... 這邊刷兩波... 升四隻奴隸... 像... 他後來... 做武器炫... 然後... 刷兩波奴隸... 這是一個可以直接... 就... 不用... 也不完全要講得那麼細... 砍掉大地這樣... OK... 那... 這是... 就是聲音起伏... 我覺得是一個蠻明顯的點... 因為聊天室表示... 他們都快要睡著啦... 對... 所以... 可能... 在... 講帶這一段的時候... 已經幾乎是一個... 比較... 需要斟酌的點... 不過前面幾個... 做的點還不錯... 反正說一開始... 你已經看到了... 這個... 術士手裡有一張... 在兩個... 適應殘道之間有一隻貓頭鷹... 所以你就講... 這個貓頭鷹... 可以保留下來... 比方說等一下處理對面的... 苦通四身... 那像後來有一手... 他苦通四身... 心靈自怒已經先點了... 那... 那個時候你的答案... 你... 如果今天這個沉默的話... 也只有... 少抽一張牌... 而且其實... 他那個時候對方手裡... 就是戰士手裡是... 已經有死亡之士... 所以如果你今天... 丟這個貓頭鷹下去沉默... 然後你再把他撞掉... 結果也還是... 那個貓頭鷹... 會一起被死亡之士砍掉... 所以... 然後再來是有一個... 四回的時候... 對面下暮光飛龍... 戰士到底要下武器... 還是下地精發明家... 那一... 那一手... 你有講兩個... 點... 就是你覺得地精發明家... 比較... 好一點... 那... 那如果你覺得地精發明家... 那你就要講武器... 武器不好的原因... 你知道你有說... 可能... 第一個是可能會被軟泥拆掉... 然後砍了之後可能沒有帶來... 太多的效果... 我覺得這也不錯... 就是你有把兩個可行的理由... 都分析成... 沒有啊... 就是... 沒有啊... 我的... 應該說... 我比較傾向於... 應該是會拿武器去打... 這個暮光飛龍... 喔... 對對對... 其實我是比較偏向那邊... 然後... 但是... 因為他點到了地精那邊... 以後來又選擇... 拿武器... 嗯... 我想說... 照理來說應該是會上武器去打... 這個暮光飛龍... 對... OK... OK... 就是... 你有講到兩個可行... 可能的點啦... 對... 這是非常好... 那... 第一個比較... 再來就是... 第一個比較尷尬的... 除了聲音起伏來... 第一個比較尷尬的問題是... 爆牌這件事情... 你有在後面補充... 就是他如果那時候... 他硬做這一套... 然後... 用戰鬥狂怒抽的話... 起三張會剛好爆... 會剛好十張爆牌... 呃... 會十張滿... 就是如果... 炫完之後他做戰鬥狂怒... 會剛好十張... 滿... 然後... 你在後面有補充就是說... 他上一手沒有這樣做... 而是選擇最後下兼弓指... 做一個單點是因為... 害怕爆牌... 對... 這件事情做得不錯... 然後... 最後一個比較可惜的一個點... 最後一手... 你把蘇絲講成了法師... 而且... 你可能... 你對排名是不是沒有像... 我們習慣性的記憶... 就是... 呃... 應該說... 有... 就是... 排名突然之間想不起來... 其實我前面有講... 地獄烈焰... 但是... 後來... 那一個時候忽然... 忽然卡了一下... 呃... 暗影之焰... 另外一張四點的... AOE... 呃... 稍微比較可惜的... 那另外可能就是畫... 的確是畫面的緣故啦... 所以最後那個斬殺是沒有... 來不及... 我說的斬殺是... 術士... 抱抱跟... 跟... 地獄烈焰這一手... 因為他那個時候只要把... 地獄方比較燒掉... 兩顆炸彈一定是臉... 而且... 暫時剩兩滴... 所以他一定會死... 對... 這邊是稍微比較可... 可... 稍微比較可惜的部分... 整體的焰如果可以改善... 我自己覺得啦... 如果可以... 聲音起伏... 明顯一點... 尤其是... 如果你有機會轉播的話... 因為我不知道... 說不定... 我們這個活動其實有一個... 在討論就是... 有沒有辦法... 找一個人來... 去Britz Kong的時候播一場... 對... Britz Kong比賽裡面播一場... 或許會... 但是因為... 假裝今天你轉的比賽是比較長時間的... 尤其是你不能保持這個狀態去播... 整個五場比賽... 就是BO5... 如果是整個五場比賽... 的話... 觀眾一定會死掉... 嗯... 所以... 必須要有... 激烈一點的... 哇... 這裡... 講這邊... 哇... 這邊第一列包... 不是燒兩個炸彈... 直接炸臉... 這樣... 就是這種... 需要有比較... 大一點的聲音起伏... 會讓觀眾... 比較能... 能... 吸引觀眾... OK... 謝謝你... 有沒有什麼其他想要跟聊天室... 講的話... 分享的話... 都可以... 因為其實我沒有看聊天室... 就是我很專心的在看畫面... OK... 沒有就看最後... 蛤...什麼... 就... 抱歉... 因為聲音... 比較平... 樸實平淡一點... 就是在做... 這個... 就是在分析場面的時候... 會比較冷靜一點... 所以導致聲音... 沒辦法... 讓觀眾帶來所謂... 這個... 高低起伏... 就是... 啊... 將高潮帶給各位觀眾... 所以比較抱歉... 對... 但是整體... 以講解內容而言... 算是相當可疑的... 而且對兩邊分析... 包含你一開始進場看到... 就已經... 提了就是... 百末這一個點... 而且... 最後他繞一圈... 之後... 一直沒有... 終於進戰歌... 可是那個時候... 血量已經太低了... 像這幾個... 點... 你都講得非常... 我覺得是... 在... 努力啦... 因為努力這部套牌不好講... 有時候... 全都在想... 你不知道... 尤其是他今天... 還達到的是巨人數... 對... 算是... 表現得相當不錯了... 好... 謝謝你... OK... 好... 謝謝... 好... 有點解釋太多... 誒... 誒...說話啦... 誒...安安... Too many... excuses... 哇... 什麼... 借口太多... excuses是借口的意思... 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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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就這樣子瞬間切過來了... 我剛剛不是講了... 我要切了... 我剛剛...話都講出去了... 這樣我... 我尷尬啊... 不會... 你...你... 你講話不會怎麼樣... 你講話不會怎麼樣... 我講話... 哎呀... 對不對... 是不是很好玩啊... 你說... 我們剛剛講過了... 非常好問題... 你怎麼可以怪導播哥... 哈哈哈哈... 哇... 哈哈... 哈哈... 想切啦... 就...切啦... 哇... 導一個霸氣... 不過我覺得真體很不錯啦... 聲音起伏要在調整啦... 我...我... 我... 聲線...我... 我就是... 我居然還醒著... 聲...聲音聽起來是舒服... 但是就是沒有心意起伏... 老師真的會睡著... 呃... 我覺得是比較... 不好的部分... 可惜的部分啊... 不好... 燙60229...